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一生有许多梦想或者说理想 不提老牌子银子那些世俗的问题 只说这陪伴了他整整第二生的无名公爵 隐隐然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个部分 虽然他一直没有名言 但心里却十分渴望着能够把这公爵练到第二卷 和突破境界成为大宗师五官 纯粹是一种渴望 然而这种渴望却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经脉尽碎还能活下来 还要忍受那种非人间的痛楚 强行提具体内散成星光碎片一般的点点真气 熬过全身僵硬的烦闷 抢手心智 重修 范贤忽然想起陈平平以及父亲都曾经对自己提过 南庆对大魏进行的第一次北伐 皇帝老子惨败于战清风大帅之手 自己也身受重伤 全身僵硬不能动 险些身死 看来陛下对于功法的突破 正是在瞬息万变 无比凶险的战场上 范贤不由叹息了起来 不论他对皇帝老子的感情观感为何 但是斯吉当年战场上的画面 以及那位中年男子体内曾经经受过的折磨 以及那些奇妙的变化 他依然生起一股佩服 范贤自言自语地问道 除了天明 还需要什么呢 毅力 非一般的毅力 不然根本不可能挺过那种痛楚 那种生与死之间的煎熬 那种被封闭于黑暗之中 自己与未知挣扎的恐惧 四顾剑默然说着 虽然他没有修行过无名公爵 但是只要一个意念 他便知道如果要修行下半卷 沁国皇帝曾经经受过怎样的磨炼 沁帝当年一定很痛苦 非常痛苦 这正是我刚才开心的原因 不等范贤接话 四顾剑接着杀声笑道 然而能够扛过这一关的人 所拥有的意志与毅力 我很佩服 我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世上能有如此意志 能对自己如此狠心的人 大概也只有他一个 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 范贤低着头 根本不知如何言语 只听着四顾剑大怒的声音 在自己的耳边响起 这他妈的 根本就不是人能练的东西 不是人练的东西 并不代表练成这种东西的 就不是人 只能说明沁国这位伟大的皇帝陛下 为着心中的渴望 练就了一颗无比坚毅 远超凡俗的坚毅之心 范贤坐在四顾剑的床边 想着这件事情 心头不禁威廉 难以自意地生出一种 仰望高山的感觉 虽然那座山并不见得如何清理 可以亲近 只是迷高迷远 直刺的白云之间 叫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他深吸了一口气 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角 用低沉的声音轻轻说道 论天分 海棠足够了 论心智 十三郎足够了 论勤奋 我也不认为自己比谁来的要差 只是看到现在 我依然看不到后来这 有任何踏出那一步的机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要问我 四顾剑在那声烦躁的怒骂之后 缓缓合上了疲惫的眼帘 声音沙哑 段序说道 我只是在想 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死光了 就剩你皇帝老子一个在这世上 他想必也会寂寞才对 一阵沉默之后 四顾剑忽然继续威风说道 只怕在大东山上 他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寂寞了 他唇角的淡淡讽意 也不知道是针对庆帝 还是针对他自己 便在此时 范贤忽然极其认真的说道 我想确认一件事情 叶刘云 他真的离开大陆了吗 四顾剑沉思许久之后 很艰难地缓缓动了动下河 范贤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如此倒也罢了 四顾剑闭着双眼 开口说道 看来这次回庆国 你终于知道了一些什么 决定了一些什么 范贤并不意外 这位大宗师能够从自己的言谈情绪中 判断出这些藏在自己心底的情绪 毕竟对方也不是真的白痴 微笑着说道 没有下雨 给他把伞带着 有被吴焕总是好的 五竹呢 四顾剑一下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范贤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 转而问道 您对什么要有什么认识 此话一出 四顾剑对五竹的下落便了然于心 脸上浮现出难得的安宁笑容 说道 神庙 不过是个死物罢了 你不要太过担心 就算你皇帝老子修的功法 是庙里传出来的 那又如何 神庙总不会亲自出售帮他 这一点范贤倒是不怎么确信 毕竟在很多年前 似乎神庙聆听到了庆帝的祈祷之声 派出了某位使者 将五竹书调离京都 而如今五竹书远赴神庙 究竟最后会驳来怎样的结局 似乎对于这天下间的大事 有着最根本以及深远的影响 四顾剑闭着双眼 似乎也能感受到范贤内心深处浓浓的忧虑 与浅浅的恐惧 沉默半赏之后说道 神庙其实也只是一座庙而已 又不是真的神奇 范贤心头一动 追问道 您去过神庙 我又不是苦河和萧恩那种变态 我怎么会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四顾剑的眉头皱了起来 明显心里的想法与这句话的语气不相搭 再说我也不知道神庙在哪 不过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神庙真的来了人 要消除你母亲留在世上的痕迹 那么内裤应该早就不见了 你也应该死了 范贤默然 心想这个判断倒是正确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判断 庙里确实往人间派来了使者 四顾剑忽然睁开了双眼 眼眸一片平静 但你不要忘记 五珠这根木头 也是庙里的使者之一 它既能护住你母亲和你的平安 这只能说明 庙里来的使者 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强大 范贤挑了挑眉头 然后想到了五珠书在很多年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难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庙已经败落 并没有什么足以影响世间的能力 那五珠书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当然 如果这一切真如他所猜测 范贤会乐于接受这种局面 毕竟面对着一位如高山般的皇帝老子 已经让他压力难横 再加上一个深不可测的天外庙宇 真会把他的信心损害到最低点去 你当年曾经送肖恩回北齐 你母亲和五珠又都是从神庙里出来的人 难道你不想回神庙看看 那个装神弄鬼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 四顾剑睁着双眼 定定地看着范贤 似乎是要看出他的真实想法 又像是一种诱惑